阳光小柱 瑟兰迪斯脸色略有些苍白地躺在床上 左手握着自己丈夫 右手牵着自己的挚友 也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 他说道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 就得从冥想的本质开始探讨了 罗森立即念起一段话 冥想是灵魂共鸣 调整自己的灵魂 让其尽可能接近观想物 从而与观想物之间产生共鸣 以让灵魂获得额外的力量 这句话来自于启蒙书 法术通论 历史上多位大法师都说过类似的话 连神也说过 詹德洛妮就接着往下推理 所以 罗森没有获得月亮法师的愿力 是因为他观想的月亮和驱邪圣月 不是同一个月亮 也正因为双方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也就没有出现肉眼可辨的共鸣 那按照这个逻辑 罗森就理所当然地问出第三个问题 那么 什么是驱邪圣月呢 他冥想的月亮就是一颗极普通的卫星 是太阳的反光器 其主要能量来源是太阳 其在罗森的冥想意象中 只占了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之所以宇宙求的月亮比较的亮 单纯只是因为月亮是距离大地最近的天体 距离近 共鸣才强 所以亮度才比数光年 乃至数万数亿光年外的恒星量很多 但即使如此 也远不如太阳亮 也远不如脚下的大地亮 他的疑惑很快得到了解达 瑟兰迪斯道 所谓驱邪圣月 来自于民间的传说 传说中 月亮是尘世的守护者 是阻挡魔鬼入侵凡间的屏障 一个法师 只要心怀守护尘世的善念冥想月亮 就能获得驱邪圣月这个对黑暗力量有极大克制作用的特殊法力即性 那罗森就很不解了 毕勒谷的观星记录告诉我们 月亮只是围绕大地旋转的一个小星星 其之所以发光 是因为反射了阳光 可不是什么尘世守护者 詹德洛妮就立即反驳 罗森 你说的不对 若是月亮不是尘世守护者 那为什么驱邪即性会这么强 以至于在克制黑暗法术的功效上 几乎不逊色于黄金胜利呢 罗森贪了贪手 那就出现了两个月亮了 一个是毕勒谷的平凡之月 一个是传说中的尘世守护之月 前者肯定是真的 因为是毕勒谷亲眼所见 后者似乎也存在切实的证据 那么 真实的月亮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番话说的两女再次陷入沉默 最终 还是罗森想到了一个可能 他忽然问 尘世守护之月这个说法在黄金之地普遍吗 詹德洛妮点头 很普遍 民间都这么传 你小时候没听说过月亮女神的故事吗 罗森一贪手 显然没有 他这身体的父母都是生活在黄金之地最边境的文盲 父亲整天想着抢劫 母亲整体忙于生计 他则每天放羊 没人给他讲这类温馨的睡前童话 安娜也道 詹妮说得对 据我所知 这说法是黄金之地附地传出来的 罗森便道 照这么说 听说过类似说法的人怎么也有数百万吧 詹德洛妮连连摇头 何止 我觉得有上意 或者说 绝大多数黄金之地的人族都这么信 许多外族也这么信 而且人人都深信不疑 罗森有点明白了 再提出一个可能 那么 尘世守护之月 会不会是凡人共同想象生造出的一个神 而尘世守护 则是无数凡人赋予这个神的神职 安娜和詹德洛妮一下没想明白 但罗森已经按着思路继续说了下去 每个人都有灵魂 只是强弱不同 普通人其实也有法力 但因为没有方法 所以基本用不出来 但一个事实是 三四个凡人灵魂就能和出入低阶的法师灵魂强度相当 数十上百个加一起 就能比你高阶法师 数百个加一起 就能比你大法师 瑟兰迪斯听明白了 他接了下去 亿万凡人的共同想象叠加一起 就相当于数十万个大法师一起观想银月 并为其赋予了尘世守护神职 詹德洛妮也领会了 所以 尘世守护之月 是黄金之地无数凡人亲手凝聚出的灵魂之月 是一个没有思维的虚神 罗森点头 如果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那这位叫尘世守护神的虚神力量来源是凡人 从规模上看 他绝不会太过强大 远远比不过太阳 甚至远比不上月亮反射的阳光 而驱邪月术师 本质是这个虚神的神谱 也正因为是力量微弱所以共鸣也弱 也因为没有思维 所以不会自语神术 于是这神谱看起来和普通法师没区别 但因为共鸣弱 侍奉这位神明的月亮法师 法力增长就特别容易遇到上限 也就是高阶迷障 听到这 安娜神色猛的一动 从过往晋升高阶比例看 驱邪月术师晋升高阶的难度的确要比太阳法师高很多 法力恢复速度也慢很多 之前的解释是 法师难以真正的心存善念 观想不纯 导致共鸣微弱 但现在看 罗森的说法更有道理 当然 一切都是猜测 以三人的力量 无法真正去验证 但这猜测也的确能很好解释各种驱邪圣月的古怪状态 于是 罗森就说出最终结论 又因为我不知道尘世守护的传说 或者说 就算听过也没往心里去 所以 自然也就无法和驱邪月术师的力量产生共鸣 说到这里 三人面面相去 许久 詹德洛妮问 安娜 那你准备怎么办 是继续冥想驱邪圣月守护尘世 还是冥想毕勒谷的月亮 当个普通法师 瑟兰迪斯仔细想了下 作为法师 我并不想成为某位神的神仆 况且还是一个力量微弱的虚神 所以 我打算转而冥想毕勒谷的月亮 不 我干脆冥想太阳吧 詹德洛妮立即道 那这么一来 你可就成罗森的神仆了 瑟兰迪斯微微一笑 如果是成为我丈夫的神仆 那倒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 这么一来 我们的命运就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罗森就笑 我倒认为 你应该继续冥想毕勒谷之月的主人 一是即兴相近 万一将来强大了 转回来容易 瑟兰迪斯一争 转回来 罗森黑黑一笑 那尘世守护之月既然可能是虚神 那等足够强大了 到了大师巅峰时 再转回来 就能借助亿万信徒的愿力 冲击超凡之境 两女面面相去 双引号 然后詹德洛妮就怂恿 试试吧 安娜 听着好诱人啊 瑟兰迪斯想了下 却终究还是摇头 这种有些狂妄的观想法 为我带来了多次厄运 我不想再来一次啦 我坚持观想太阳 既能快速提升法力 也能通过灵魂共鸣 帮助罗森提升法力 这么一来 以后每次冥想 我都能感觉到罗森的存在 这肯定很美妙 太阳和银月两个即兴是相辅相成的 转移观想目标只需要一些调整期 并不会出现即兴冲突 詹德洛妮一脸震惊地看着瑟兰迪斯 安娜 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我想反对 但仔细一想 好像没有反对的必要 因为刚才的情况让我意识到 罗森的确深爱着你 瑟兰迪斯就看罗森 无碍 叫我你的太阳吧 罗森能理解瑟兰迪斯想法 但不太赞同 安娜 爱丽丝 我觉得你应该在考虑考虑 你是我的妻子 不该成为我的神仆 爱丽丝法力光影浮现而出 为什么要考虑 我完全赞同安娜的决定 安娜也坚定看着罗森 无碍 辅助你晋升超凡是我的婚姻誓言 就让我们的命运永恒羁绊在一起吧 既然这样 罗森就点头 好 我会将我对太阳的知识全部整理出来给你 另外 也包含我个人对太阳的理解 说完后 两人眸光相对 都清晰感到了对方眼中的深情 罗森下意识伸出手 抚摸瑟兰迪斯光洁的脸颊 瑟兰迪斯则闭上眼睛 感受着丈夫手心的温暖 这一瞬间 时间之神仿佛放慢了脚步 之余默默温情在空气中缓缓流淌 忽然 詹德洛妮一拍额头 大叫出声 不对呀 他的声音让两人从灵魂的静谧交流中回过神来 罗森问 詹妮 哪里不对呢 詹德洛妮看向罗森 那太阳法师冥想时 为什么也没和你出现共鸣呢 罗森 罗森笑了笑 因为绝大部分太阳法师心中的太阳是火焰之源 而我却不这么认为 况且银月宝的太阳法师也不多 詹德洛妮 也对 但他脑子里念头特别多 忽然又一拍脑袋 大叫一声 不对我恐怕也遭遇了和安娜一样的事 不不不 和安娜不完全一样 准确地说 应该是我莫名其妙地成了某个法师的神仆 而这个法师 在偷偷窃取炼气师的法力 罗森立即说出一个词 窃法者 詹德洛妮连连点头 对对对就是窃法者 于是 罗森和瑟兰迪斯目光聚焦在詹德洛妮身上 等着他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詹德洛妮自然不会让两位好友久等 他说道 炼气属于炼金的分支领域 我们炼气法师的观想意象 和一般法师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随意地改变物质 显然 这世上能真正办到这点的只有一位 那就是传说中的造物主 凡人法师当然不敢冥想自己是造物主 所以就冥想自己是造物主的仆从 以帮助造物主管理这个世界 通过造物主仆从冥想 炼气师获取法力的速度并不是最快的 但法力即兴确是最温和 最精细的 能够有效辅助炼气师打造出最稳定最精致的法器 说到这 他看了眼罗森 面露无奈 当然 只是通常如此 总有些天才能轻易无视困扰凡人的规律 比如罗森 明明应该是爆裂的火焰法力 但炼气的精细度却比他高一大截 真是让人无语 而他说到这里 大家也都明白了 罗森轻声道 所以 你怀疑存在一个炼气法师 悄悄将自己观想意向更改为造物主 然后 其他炼气法师一下就被降格成了他的神仆 詹德洛尼嘴巴微多 一脸愤怒 紧握拳头用力挥了下 我不是怀疑 我是确认 罗森和瑟兰迪斯面面相去 都觉得今晚发生的是真实光怪陆离 罗森和瑟兰迪斯面面相去 一位 把姆眼镜合之处 都是安装的 我是确认